越大,俄罗斯就越拔倒 决心摧毁战场上的一切壁垒 德国军工产已近在眼前 分歧加深,联红国家即将颁布法律允许M3 游水沸腾 俄罗斯部署获利,进行大规模和攻击演习 美国怎么说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士兵越过边境 在英国领土上吃墙作战 美国顿促几副反击 与此同时,俄罗斯迅速横扫乌克兰东部 几乎立即增并16万,令人凉坦的情况 在中东新领导人珍珠当商人后不久 以色列就下令死亡 事件开始到及时 伊朗三倍投入过防预算 宣称未来几天将继续摧毁以色列 其他进展 台湾体验四艘中国沿海船只 哈里斯福人对特朗普的敌人名单发出警告 女士们,先生们,东欧冲突越来越难以预测 又爆发重大战争的风险 最近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之一是俄罗斯要求袭击的国军事工厂 居如投射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米特利·佩斯克福 10月29日宣布 10月底在乌克兰开设的德国 来引进数公司所述军工厂可能成为俄罗斯袭击的目标 佩斯克福先生确认 当然,这是一个合法的目标 来引进书集团表示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受到莫斯科的威胁 并正是位于乌克兰的工厂正在受到精心保护 2024年7月来引进书宣布计划 在乌克兰开设四家军工厂 集团负责人阿明帕博格表示 第一家工厂与即将在今年年底前生产一批山猫步兵战车 来引进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设第二家工厂 该集团换计划在乌克兰建设或要函 坦克丹要函以及部署防空系统的生产 今年7月底 俄罗斯外交不复发言人案的列纳斯塔新京告成 如果来引进书公司的设施舰在乌克兰 将成为俄罗斯军方的合法目标 随着德国采取越来越果断的行动 紧张局势与即将进一步升级 居加拿大皇家银行乌克兰分部10月29日报道 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正在推动立法击落俄罗斯无人纪 具体来说罗马尼亚国防部宣布了一项法案 允许根据对人类生命和财产的威胁和风险程度 击落非法侵犯领空的无人纪 该法案该诉了罗马尼亚将在诱人和无人纪运行方面 控制其领空的具体条件 该法案称在欧盟层面将继续努力制定统一的无人纪方法 并制定风险对策 不过罗马尼亚国防部评论称 黑海的军事活动以及大量无人纪的部署 继续对乌克兰边境和罗马尼亚边境附近构成巨大风险 针对有人驾驶飞机的你一错是施主不实施的 从定位和识别飞机到场时通过向空中开货进行通信 拦截和警告 危机授权进入空余的诱人驾驶飞机 如果在被拦截时发起攻击或做出攻击性反应 可能会被摧毁 对于无人纪通常是无人纪 他们可以根据威胁的程度被摧毁 警拥或控制 拆除是最后的手段 根据盖法案 根据罗马尼亚与北约和欧盟签订的集体防御条约 罗马尼亚盟国的防御系统也可以参与任何此类拦截 政府通过该法案后 国会将批准该法案 与乌克兰街让650公里的罗马尼亚 在过去一年中多次发现俄罗斯无人机碎片落在七零土上 而莫斯克则继续攻击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 本月早些时候 罗马尼亚雷达系统检测到四个独立的信号 可能来自侵犯改过凌空的无人机 在与西方的冲突语言语裂 分歧日益加深之际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0月29日发起和威慑演戏 发射单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吴索夫表示 俄罗斯武装部队以战略为射力量 执行了大规模和打击人物 以应对对手的核攻击 美国对这一事态发展有何反应 教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表示 美国并不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战略和威慑演戏令人凉雅 因此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防守姿态 据我了解这是一次与线计划的演习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俄罗斯战略力量 极其台式的信息会迫使我们做出改变 而在燃烧的战场上 CNN原因最新报道显示 乌克兰境内有少量朝鲜士兵 朝鲜军队在俄罗斯东部完成训练并返回前线后 预计这一数字还会增加 韩国媒体韩联社10月30日称 如果CNN的报道疏实 将标志造一个重要时态发展 对欧洲和印太地区造成重大安全威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望远因西方情报官员的话说 朝鲜部署的军队 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战斗行动 此前10月29日 五角大楼确认烧量 朝鲜士兵出现在库尔斯克地区 可以扮演步兵角色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的少将补充说 含有书签名士兵 几乎进入火很快就会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当被问及乌克兰军队是否应该攻击朝鲜士兵作为回应时 美国总统乔·拜登回答说 如果他们进入乌克兰那就使得 此前拜登总统评论称 将朝鲜士并不输到俄罗斯领土非常危险 法国24日10月29日 援英乌克兰官员的话称 该国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 额外动员16万名士兵 这一消息发布之际 莫斯科声称已经占领了 敦捏此刻地区的协力多 福采匡重新 俄罗斯军队最近几州在那里迅速推进 与此同时 几乎还面临着来自朝鲜的俄罗斯增援 据法国24台报道 过去几州 俄罗斯在敦捏此刻东部地区 取得了快速进展 战前斯里豆腐的人口估计为 217千人 目前大多数人已经车骑 以避免莫斯科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就在宣布乌克兰东部取得进展的几个小时前 俄罗斯继续空息距离 俄罗斯边境越30公里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克福 市场一个二戒列霍夫 表示近20座建筑物在中午12点左右的袭击中被摧毁或顺批 这次袭击发生在另一次袭击顺批了德扎克兰后不久 德扎克兰是一座现代建筑 被认为是苏联最早的摩天大楼之一 中东熔炉持续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以色列国防部长10月29日警告珍珠党 纳伊穆卡西姆被任命为这个基金组织的新领导人后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珍珠当时伊朗支持的叶门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单其军事能力引进短时间以色列的猛烈空袭而受到削弱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帖子中10月29日 卡西姆先生被任命解体领导人哈桑纳斯拉拉 哈桑纳斯拉拉 后者上个月在黎巴嫩首都被路特贝以色列军队消灭 被认为是最聪明的寄人者候选人哈希姆撒菲丁 哈圣撒菲丁也在两周后的以色列空袭中丧生 目前以色列国防军正试图消灭这个武装组织的领导层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月29日10日报道 伊朗总统马苏的佩泽士吉安称赞珍珠党 新领导人那一目卡西姆是一个聪明的人物 并将加强对抗敌人的力量 在当前北京下佩泽士吉安强调了保护利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支持被压迫的巴勒斯坦国的历史重要性 佩泽士吉安先生向卡西姆先生发了一条信息 我相信拥有像您这样拥有清晰记录的接触任务 担任珍珠党领导人将增强抵抗周星的决心 此外国民议会议场穆罕默德巴克尔卡利巴弗 熟悉大法官伍拉姆后塞因 姆河谢尼爱杰等伊朗高级官员 也向珍珠党新任领导人表示组合 与此同时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仇恨 在最近的阵风相对的袭击后急剧增加 安全不稳定局势越来越严重 伊朗政府发言人Fatime Mohajirani宣布 该国已决定将军事预算增加 Darshan Barash以上 实现有国防基金的三倍 他说 增并将士武装部队能够在面对日益增长的 外部威胁是更有效的确保人民的安全和保障 随着预算的增加 我们希望武装部队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安全需求 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 Mohajirani女士说 发言人表示 此具之在增加武器装备 加强军队建设 以应对现代挑战 专家表示 军事预算增加两倍 可以让伊朗加强传统和战略领域 包括开发新武器 升级装备和改善国防基础设施 在地缘政治局时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这一决定可能成为加强伊朗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地位的重要因素 Juavia Pro 10月29日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围队 IRGC 福血条原母汉默的Lisa 纳克地准将宣布 伊朗将很快对以色列发动暴富星袭击 他说未来几天 世界将目睹强烈打击 这是旨在保护伊朗在该地区利益的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纳克地准将是今年10月1日策划的真实承诺 二轮行动的参与者 当时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导弹 其中大部分被拦截 纳克地准表示 在以色列于1月29日拍出战机袭击伊朗军事设施后 他所指挥的伊斯兰革命为 对行动重新已开始协调进一步行动 专家表示 伊朗正在努力加强防御和进攻势力 并冲深其应对以色列威胁的决心 据他四社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场合起 哈勒韦禁告伊朗 如果他们继续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 特拉韦副军方将通过瞄准目标 并使用从卫部疏国的能力进行强烈回应 前 哈勒韦表示 以色列推迟了对伊朗一些目标的袭击 原因很简单 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这样做 他强调 以色列准备在利巴嫩 加沙 犹太 撒玛利亚及其他地区的各个方面做出回应 至于亚洲事态发展 台湾新闻报道成 10月29日上午 四扫中国海津船进入台湾金门地区限制海域 这是该事件连续第二天发生 此前 10月28日 四扫中国海津船也侵入金门周边金海海域 10月29日实践中 负责金马鹏群岛的台湾海 迅速派出四艘巡逻艇 对中国船只进行了 很个人那个多小时的追击 台湾巡逻船靠近兵拉向警告喇叭 要求中国船只骑开盖地区 这些船上午11点前出发 金马道表示 今年以来 已发生48起中国船只进入金马海域的案例 台湾海巡逐呼吁中国停止损害海下两岸和平的行为 北京将台湾是唯一一个等待统一的分地身份 而这个自治道与对此予以强烈否认 其他事态发展方面 据日经亚洲报道 10月29日 英国是试了额外制裁 目标是缅甸军方获取设备和资金的能力 伦敦方面认为 这些措施将削弱军政府对平民进行空袭的能力 英国政府表示 在欧盟和加拿大的协调下 这些金融制裁针对的是设计向缅甸军 防供应航空燃料或供应限制商品的留家组织 其中包括飞机部门 关于美国大选 10月29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将自己的领导愿景与共和党对收唐纳的特朗普进行比较 以吸引华盛顿犹豫不决的选民 我知道有很多人仍在决定投票给谁 甚至是否投票 今晚我将告诉大家这次选举中的重要选择和利害关系 我们都知道唐纳的特朗普是谁 大约四年前他就站在这个地方 煽动武装暴徒进入美国国会大厦 目的是推翻人民在自由和公平选举中的意愿 他知道自己输掉了这场选举 当暴力事件发生时 唐纳的特朗普坐在白宫关看屏幕 听到他的工作人员说保民想要杀死他的副总统 唐纳的特朗普只回答了两个词 所以呢 美国那就是唐纳的特朗普 他希望你再给他四年的总统职位 MX 从当选的第一天起 唐纳的特朗普就只是将面临一系列敌人 当我当选时 我将带来一份代办式相亲单 为美国人民完成的有限式相 我将与所有人 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 合作 支持勤奋 但苦苦挣扎的美国人 我很自豪能够担任乔拜登的副总统 但我会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带到办公室 与唐纳的特朗普不同 我不认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是敌人 他想把他们关进监狱 至于我 我会邀请他们参加对话桌 今天的新闻已结束 请订阅频道 持续更新全球最新动态 你好 再次见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